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听到说这不是中殿所为吗 中殿默默地离开了 赵华珍在独自看护折宗的过程中 发现了折宗编写的中殿词典嫉妒爆发 伤心而归 素荣的父亲金文根向金左根坦白了丢失账本的事实 金左根追问金文根说 好像是折宗偷偷拿走了 女主吐露了自己救出独自倒在井里的折宗的事情 并要求说 请保障我的安全 中殿为了找回自己掉进湖里那天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的记忆 再次掉入了湖中 金左根那天也告诉自己要监视折宗的一举一动 并报告给他 包括赵华珍的谎言和折宗的误会在内 金素荣下结论说 这个宫殿全部杀死了中殿 包括华珍的谎言和对折宗的误解 金素荣再次找到了折宗 看了中殿词典 只知道折宗听力失常 便说我要背叛你 我决定选择生存的方法 所以你也别死 啪啪啪地站起来给我一个后脑勺 华珍举报说偷偷和金左根见面 挽救宴会的是素荣 并要求素荣从折宗身边消失 中殿怀着复杂的心情 为顺元王后和赵大飞煮了胡萝卜粥 顺元王后和赵大飞为中殿感到生气 中殿带来了这两个人 都对胡萝卜粥感到满意 赵大飞对顺元王后说 折宗和金素荣每天晚上偷偷地都在书信往来 赵大飞将华珍递过来的账本也藏在了素荣的房间里 第二天 以为只是受了伤的折宗在大田会议上登场 向金左根追究了爆炸谋反罪 命令其辞职 并对顺元王后举起了反旗 要求他收敛 清静 原来这一切都是折宗的自导自演 作战名称是火红的朱雀 顺元王后和金左根一边研究对策 一边计划着从中殿房间里出来账本后 伤害金素荣 毁掉折宗 素荣听到折宗恢复意识的消息后 没有勇气去找他 喝得明丁大醉之后直接睡着了 在睡意中和红颜接吻 但是第二天早上金素荣的身边躺着折宗 折宗王后经过了稀里糊涂的一夜 大厨不断的安慰自己是因为素荣的灵魂 这个女人在支配自己的身体 根本不是自己的意愿 而折宗则一直找机会跟中殿说话 可是大厨一直在回避主上 逼得主上只能不断堵他 大厨也在纳闷 到底有啥要跟他说的 难道是还好吗 大厨一口老血都要吐出来了 大厨为了找回自己的男子自信 又给自己的笔友写了信 Honey 好想你 这一操作让王再次陷入混乱 前方高能 我要敬你说禁止 王抱着大厨如实说 而宫中的血雨腥风并没有结束 太妃 太王太妃 他们都还在行动 除去中殿的计划被王知晓后 急忙赶来阻止 可是赶来时中殿已经 当党一